财福完劳逸喊从梁刘乔安设藏可读喊冤,很久没用的包。 太阳花女神刘乔安过去因涉及原交作伪证及人口贩孕等罪名,分别被判斧劳逸半年及缓刑,只不过杠斧完劳逸的他,今天凌晨竟被警方逮到协毒,但因他所持可以他命不到20克,仅能裁罚1至5万元,而他也在验尿后离去。 他解释自己曾用止痛药、酒精和麻醉剂,给他命逃避一切,昨天是刚好拿了很久没用的包,并透露自己正接受接应治疗,要大家别替他担心。 刘乔安早前接受苹果专访,透露自己近一年都在扶劳逸,除了到新店资源回收厂外,也被分配到教养院,叫孩子们做芳疗与滚猪。 这段日子他自认成长许多,透露未来将经营相分工作,不会再被步伐行业应诱。 他日前也登上UP直播将领主持的女深情报局演艺事业看似回春,现在在爆出协毒案,不知是否会对工作造成影响。 刘乔安在脸书po文表示,老天鹅,对不起引起又一度的风波,那个包包很久没带出门,昨天搬家半夜去朋友那借工具,拉了一个平常没在用的包,好奇看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没收好,结果就在此时,所继承车回家十月到林检才想到秋了。 他直接承认曾使用K他病队,结以前的确用止痛药,酒精和麻醉剂,K他病来逃避一切,但我已经在万方医院自行求医借应治疗,大约半年了,现在效果还不错,就是偶尔会喝个小酒,不小心就抽一两根烟,大家别替我担心,我在泥沼里的那段日子已经过去了。 那阵子也是我常常没有脸面对大家的原因,现在,姐早就回来撸了,你在看我吗?你可以再靠近一点,放大镜业拿住,我全部都没什么好隐瞒了,对不起我前年到去年一整年都彻底深沦。 而他也表示,最近有出国,说是去谈工作。